以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主的马来西亚 却有一个印度本土以外 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庙宇 巴图洞 仅其气势 就足以让其他的庙宇相形建出 巴图洞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北面10公里 在半山腰的一座巨大的天然山洞里 从三角走进洞里 要登上272阶台阶 每年印度教的大宝生节那天 巴图洞的广场前 人山人海 又宽又高的台阶上 全是密密麻麻的朝圣人群 每年有150万印度教徒 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朝圣 天空中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像宝石一样镶嵌在夜幕中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星星并不全都是一个一个孤零零的个体 它们三五成群的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漂亮的图案 这就是星座 日本传统服饰称为和服 特点是将长置脚踝的袍服直接套穿在身上 因为衣服上没有扣子和绊带 所以都用和服腰带加以竖紧 一套和服有许多配件互相搭穿 且每套和服与配件的搭配 都经过精细的设计 所以和服也被誉为是 世界上最优美的民族服饰之一 感谢观看